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上星期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核协议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时说 核协议如果得以执行将给伊朗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如果协议得到批准并得到全面实施 伊朗人民将看到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阻止他们进行商业、贸易、投资和旅行的制裁得到解除 批评者说 核协议没有加入要求伊朗改善人权和民主改革的内容 这让改革者感到失望 克里表示 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 各方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而没有纳入其他议题 是因为核威胁是当务之急 正如我们以前说的那样 如果国际社会与伊朗或者美国与伊朗之间 在这项协议上选择多个议题 那么谈十年也谈不出结果 因为核问题和当时的事态发展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需要专注于核问题本身 这就已经花了四年的时间 这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美国将永远相信民主和人权 也支持民主和人权 但是这项协议需要把核问题先行解决掉 因为我们受到核军被竞赛可能的威胁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协议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的批准 美国国会将有60天的时间审议协议文本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 将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立法行使否决权 美国与伊朗关系的长期走向 有可能变得积极 这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协议 需要伊朗伊斯兰议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接受这项协议 也需要各方执行协议 如果得以执行 我们可能会走向一条 开启一系列机遇的道路 如果协议得不到执行 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 甚至是冲突的可能 这件会非常不幸 另外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夜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感谢中国在伊朗核谈判 达成全面协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美国之音VUA卫视报道